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 中国的神话故事 叫做后裔舍日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天上有十个太阳都是天地的儿子 他们和他们的妈妈住在东方的外海 妈妈经常让这十个孩子在海里洗澡 洗完澡之后呢 他们会栖息在海中的一棵大树上 那这棵大树叫做福桑 其中九个太阳住在树底下 一个树底下 九个住在树底下 一个住在树的顶端 树的顶端 在天亮的时候 需要光线的照耀 在最上面的太阳 他就会坐着两轮的车子 在妈妈的车子在妈妈的引导下穿越天空 照耀 照耀大地 把光和热带给天下的老百姓 十个太阳每天轮流 轮流 很有次序 大地一片新鲜明 大地一片新鲜向荣 所有的人都很感谢太阳 给他们带来的朝气与火力 可惜的是 这样快乐和谐的日子 让这十个太阳觉得很不耐烦 很无聊 他们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轮流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出门呢 在扶桑树下 就是那棵大树下 要等九天 真的很无聊啊 很讨厌这种没有变化的日子 所以这十个太阳就这样 一直吵闹着 那后来呢 就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太阳 他就说 干脆我们全部一起都到天空去好了 这样不是更好玩吗 那另外一个太阳就说 太好了 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十兄弟从来没有这样 一起出去游玩过 这次让我们玩个痛快吧 所有的太阳都觉得 这样的建议很好 于是呢 第二天早上 这十个太阳就偷偷地 背着妈妈一起搭两轮的车 一起上到天空 然后他们的光芒 就光芒四射 他们就这样出现在天空 结果呢 结果呢 这十个太阳就像十个大火球 那样他们一起发出的那个光 还有热都快把大地烤焦了 不但河川干枯 连大海的水也都快没水了 农夫无法耕作 渔夫无法捕鱼 猎人无法打猎 有许多老百姓 动物 植物 都快被活活地给晒死了 所以很多人就哀嚎 他们就很痛苦 就说 谁来救救我们呢 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十个太阳实在太恐怖了 虽然人 就是人们这样子哀嚎 但是却没有办法 那天地知道自己 十个儿子的这些行为之后 他就非常生气 所以想要派人去警告 那十个太阳 那在天上呢 在天上呢 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大神 叫做后裔 后裔 他是一个神剑手 他的这个射箭非常的准 无论要射的东西是大 或者是大 或者是小 他只要发箭 只要射箭 都能够百发百中 天地就赐给他一张 一个红色的公 还有一束的羽毛剑 白色的羽毛剑 天地跟后裔说 你只能够下一下那十个太阳兄弟 千万不要伤害他们 千万不要伤害他们 可是后裔的个性 非常的急躁 他没有把天地的话给听清楚 他就拿着那个弓 就很快地就冲到人间去了 他的妻子 嫦娥 知道他丈夫的个性 怕他做错事 也就急忙地跟在后面 当后裔看到人们生活在火热 这种非常热的困境当中 他觉得十分的不忍心 所以就决定要射下所有的太阳 帮助人们脱离困境 于是后裔他就爬过 经过了九十九座高山 然后越过九十九个花末 来到东海边 他就登上一座大山 他拉开神宫 再拉上那个剑 那一支剑 拉上神宫 拉上剑之后 就瞄准天上的太阳 就咻咻咻 一下子 他就射下了九个太阳 九个太阳 直到最后剩下一个太阳 那一个太阳 他非常害怕 他身体就一直发抖 后裔正准备想要再 想要再射下最后一个太阳的时候 嫦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就拉住 拉住后裔的手 她就说 你实在太急了 没有听清楚天地的意思 嫦娥说 如果你把最后一个太阳 也射下来 那谁 谁来继续照亮这个世界呢 于是后裔就把剑收 收下来 收起来 并且吩咐最后一个太阳 要按照秩序 继续为大地照耀 所以从此之后 人们就恢复平常正常的生活 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 然后傍晚的时候 在西边的山 这个在西边的海面落下 继续温暖着人间 让大家可以过着平安和乐的生活 好的 以上是有名的中国神话故事 后裔社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